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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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当下的生活的美好和对未来的这样的一种希望 我在创作这个乐章的时候呢 首先我最直观的一个切入点实际上是通过视觉 每一扇门推开之后 我们能看到非常不同的景致 不同的宫殿给我们带来的冲击 不同的建筑 它不同的震撼 紫禁城它的气场极大 它的包容性很广 它体现了一种皇家的这种气势 我上学一直在东城 就是在咱们古楼这一带 我对这个万宁桥就是后海这块的 就是情思非常的深刻 水人万宁它用了一个女生独唱的方式 也让我感觉到了这种万宁桥的柔情似水 中轴创作理念上来说呢 大家就有一个学习的机会 能够表现这么一个 从幽定门开始 一直到前门 一直到天安门 一直到故宫 一直到景山 一直过去以后 在中国我在外面讲 这条线是一个历史的基点 所以我们有这么机会 能够做一个人文的回归表刊 群里学习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超过人的目的